就从神社就转变成孔子祠 海冰国小校长正在讲述 校园内孔子祠的历史故事 期前升东港神社在民国51年 创立海冰国民学校后 附近居民将校内孔子雕像 移至神社镇点作证 成为罕见设在学校内的孔子祠 今天我们在这个海冰国小 看到了全国唯一在小学里面的孔子祠堂 那我们知道这边原来是个日本神社 那么后来经过了一些坡子之后改建了 那这个孔子祠堂始终是留在这边 我想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 小学生的年纪的这些孩子们 有一个孔子祠堂在这边 那可以不知不觉当中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儒家文化的氛围 为了了解地方故事 以及见证这难得的历史古迹 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 同时也是中华大臣至神兼师 奉司官孔吹成 特别与孔氏宗庆会到访海滨国校 强调这样子的文化保留 不仅让孩子从小在儒家氛围中成长 也能培养其果学素养 我们知道在台湾很多国小都有孔子祠 但是只有屏东东港的海滨国小 它有这个在每年教师节的时候 有季孔大典还有六亿五的活动 请到镇长来担任这个正宪官 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从小到大 在这个文化的气息陶冶之下 这个受到这个儒学思想 从小就在这个氛围之中长大 对孩子的国学素养 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学习 都非常有帮助 校长也强调由于东港海滨是全国唯一在学校里 的小学因此近年来也成为历史寻访的特色校园 海滨国小有校园内有孔子祠 是我们全国唯一校园内举办季孔典礼 又跳六亿五的学校 那学生因为跳六亿五的关系 会养成这样的一个尊师重道 以及涵养信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透过这样一个过程让学生寻朔 对于尊师重道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视 除了传统季孔仪式的保留 为了配合明年在大鹏湾举办的台湾灯会 学校也打造六亿五亿升花灯 提供灯区展出 其本不只是宣扬儒家精神 也让更多游客都能认识这间有孔子祠的学校 屏东室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 一条 这样一条 应该是完全奉行的 尊师重道 并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 これで尊师早上 在大鹏湾站里